是少了兩個h 所以你要記住,凡是L-King有cc double bond 它就會比L-King同樣的 series 是少了兩個h 這些同學仔如果明白這個意思 就不會經常死記 什麼時候是加2,什麼時候是減2 因為它是用了這個 double, double bond,cc double bond 所以它就令到它是少了 就是這兩個h沒有了 所以永遠看到它的 formula 都沒有了這個加2的符號 這樣就記住 好,這個L-King的functional group 就是cc double bond L-King是很有趣的 它沒有functional group 但它沒有functional group 就好像自成了一個 所有人都有,只有它沒有 所以當沒有functional group的 members就group在一起 就叫做L-King series L-King、L-King這些 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homologus series 叫做homologus homologus 這個意思就是同系列 什麼意思? 同系族 即是可能 聖陳的就一group 聖黃的就一group 聖遠的就一group 那現在呢 全部都沒有functional group的 就放了L-King 有cc double bond 那些呢 全部有cc double bond 那些呢 全部就放了L-King 還有什麼是大家這個時候 已經學會了呢 就是有這個 alcohol的series 有沒有人記得 alcohol的series 是有什麼functional group 叫做alcohol 沒錯 就是有一個 扔著一個 R就是一個alcohol group 是扔著一個 OH 扔著一個OH 這個就叫做alcohol 那這個alcohol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hydroxyl group 麻煩 hydroxyl sorry 是L來的 hydroxyl group 對 那這個hydroxyl group 就是代表OH 那OH 逢差OH 這些酒精 就是裡面是alcohol 對啦 Alcohol還有第二個名字 我幫我記住它 有時候考試都會跟你說 叫做alcano alcano 就是alcohol 總之看到它們的收尾 都是什麼收尾 都是ol收尾 OK 都是ol收尾 好 試試幫我畫一隻東西出來 幫我畫一隻 例子 好 可以不畫一隻 先大家幫我畫一支 好 好 請大家畫了什麼 那支 好 你呢 好 你呢 好 都差不多了 但未來前面 有一個問題,如果我這樣說,Propano,我是說得不太好 為什麼呢?因為Propano,你就會問我,阿Sir,OH你想放在第幾顆C,知道嗎? 好,幫我寫一寫,今課要學什麼呢?首先第一個部分,我們要學這個Homologa Series 沒有記錯,應該要有10個Homologa Series,要學的 好,可以嗎?第二部分,要學什麼呢?學一下大家的Naming 怎樣去叫它 第三個呢,就是學他們的Properties Properties分別是什麼呢?究竟他們的Boring Point是什麼 或者他們的Solubility是什麼?Jessica是什麼Solubility 溶水,究竟溶不溶水呢?跟水溶不溶得好呢?所以就要學這個 因為大家,我收到的通知就是由LDI開始教,LDI和Keytone 但是有些同學好像對Carbossilic Acid、Alcohol的印象都忘記了 但是不要緊,我們今天怎樣都由LDI開始學的 但是我之後補回頭一至四頁的Lux給大家 但是我們今天由第五月開始講 但是我先用這個,再給我五分鐘,我和大家先用這個 那你說,阿Sir,這個Properties不適合嗎?我看大家都是畫這個 那,是OL,我有OH,Pro就是三個C 那這個呢,為什麼大家畫得沒有問我一個問題呢? 應該要問阿Sir,但是放在第幾個C 如果我放在第1個C的話,幫我記下些Number 1,2,3 永遠是由Functional Group那邊數起的 永遠畫Naming由Functional Group那邊數起的 Polmes有沒有告訴我,如果這個我真的要Name它 它真正的Name叫什麼名字? 沒錯,Propane10 OK,Propane10 沒有人畫這個,我先畫出來看看 沒有人畫這個,這個就是放在第2個C的 所以它就叫做Propane2O OK,什麼叫O,O就是OH 什麼叫Pro,Pro就是有三個C 為什麼是2?因為OH落在第2個C 好,再給大家想到一個問題,難一點點 那有沒有Propane3O?我放在這裡 Propane3O,Thomas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學科文,你從你學科文 沒錯,這個都是1,2,3 即是Propane3O,就是等於我們畫的Propane10 所以有Propane10和Propane3O 我們學Name永遠的數字要拿最小的 沒錯,所以就叫Propane10 所以永遠,不要出Propane3O 有Propane3O是錯的 OK? 那這個就是L-Co的部分了 可以了嗎? 好,如果可以,我們就溫了頭三個 必須要認識 其實最好過的,不過我先跳一跳 有一個叫做Halo L-King 有沒有記得?Halo L-King 我給你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Halo L-King的例子 還有一個L-King 好像一個L-King 剛剛說了L-King L-King只是得C和H 但這個Halo L-King 為什麼有一個Halo呢? Halo stands for what? 第幾個group有一個叫Halo 差不多了 第七個group叫什麼group? Halo Halo是什麼? 第七個group叫什麼? 第七個group Halo-Gen 好,媽媽先 這個就是Halo-Gen 即是如果一個L-King 扔著一個Halo-Gen 好像這個L-King 扔著的Halo-Gen 這個又是第二個 號碼錄的series 它的functional group 就是因為有這個Halo-Gen 的atom 這個如果叫什麼名字 看看大家記得怎樣名字 學Naming的時候 本身的base叫什麼名字 什麼L-King Methyl 幫我寫一下Methyl Methyl 這個叫什麼Methyl 它唯一只能在第一個C 只有一個C 所以我們不需要理它第幾個C 因為只有一個C 所以它叫Chloromethin OK 如果我再加一個 再變多一個 叫什麼Thomas 沒錯 就在前面加一個 大字 Dichloromethin 那我再加多一個 Tricloromethin 再加多一個 沒錯 Tetra Tetra即是四個意思 Tetra Chloromethin 這就是學Halo-L-King的Naming Chlorine 我們宿舍叫Chloro Bromine 沒錯 Bromine就是Bromo Florine Floro RD IOD 這個就幫我抹下 我們待會有些exercise 你如果看到就做完它 Bromine Bromine Bromo Florine Floro RD Aldo Clorine Chloro 一個就不需要說 兩個就大 三個就Tri 四個就Tetra 這些Naming 那些Naming 那些Naming 應該是老師教Naming 已經是過了 今天只是跟大家溫習 好來囉 正式開始 我們今天要教的部分 因為你們這一部分 是All Camp的第二部分 All Camp的第二部分 那阿Sir 我真的沒有學過 沒關係 因為真的不難的 只要你有記憶力 你記憶力跟我記好 Functional Group 就看一下 好去到第五頁 好其中一種的 Homolocal Series 我稱之為兩兄弟 幫我寫下 Quinsley 兩個 媽兄弟 為什麼要叫兩兄弟 因為大家的樣子都差不多 我讀一下名字 一個叫做 L-D-Hai L-D-Hai 一個叫做 Ketone 明白嗎 好 我們逐個再看 它就說 BOTH Series of Compounds 都是兩種Homolocal Series 大家都有一個Functional Group 那Functional Group是什麼呢 就叫做 這個 Carbonnel Group 那Carbonnel Group 是什麼樣子呢 請大家把球畫上去 Carbonnel Group 是一個C 托著那個球 好像托著一個足球 那這個就叫做 一個 Carbonnel的Functional Group OK 那為什麼要叫兩兄弟 因為大家都擁有 這個Carbonnel Group OK 我先看看下面 不過 它們 only differ in the position of the Carbonnel Group in the carbon chain 就是大家在一個 那條鏈上面的位置不同 好 現在幫我抹下它 L-D-Hai 永遠一定要是什麼呢 放在Ending 的 就是Ending 或者開頭 而Ketone 呢 L-D-Hai 放的是什麼呢 是不可以在Ending 的 就是不可以放頭 但是L-D-Hai 是一定要擺頭擺尾 分清那兩個分別 沒有 一個一定要擺頭擺尾 一個是不可以擺頭擺尾 就是不可以放在前 不可以放在後 就是一定要放在中間 但是大家有什麼共同之處 大家都是一個Functional Group Functional Group Functional Group 是一個Carbonnel Group 好 我們逐個逐個看 究竟樣子是怎樣 好 首先去到這個Eldehyde 它就說 Carbonnel Group must be present 咦? 我寫了 At the end of the carbon chain 這個就是Eldehyde 一定要放在尾 裡面 好 來看看 它說 它Upraname 即是我們Naming的系統 叫Upraname 它的Suffix Suffix 是結尾的部分 一定要是什麼 AL 什麼AL 幫我寫下 為什麼叫什麼AL 因為它的名字 除了叫Eldehyde 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幫我學了 那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它叫AL 或者它叫做Alkenal 叫Aldehyde 也可以 或者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Alkenal 叫做Alkenal 所以叫做Alkenal 所以永遠Name到它結尾的 都叫做什麼Nal 是嗎? Alcohol 永遠Name到它結尾的 都是OL Acid 永遠Name到它 就是什麼 Oacid Oacid 永遠Name到它 永遠Name到它 Alken的 都是什麼In OK 那現在呢 Aldehyde 因為它也有個名字叫Alkenal 所以它的Naming 就是Al 千萬不要混亂 一個叫做Alkenal 看到嗎? 剛才我們呢 一個叫Alkenal 就是Alcohol 一個叫Alkenal 是欠一個英文字母 所以大家專注一下 好 它就說 Naming of the Functional Group 那是什麼 Functional Group 整個東西就是叫做 LDI 再括出它 裡面因為有這個 Carbonnet Group 好 我們來看看 因為剛才說了什麼 三樣東西要學 Homo Local Series要學 Naming要學 之後學它們的Properties 我們現在看看它們的Naming 的部分 好 Jessica答我 一個C 什麼開頭 Initial 你是不是一個Me 兩個C 2 3個C Pro 之後這個1 2 3 4 5 最長的是5個 沒錯 5是Pen 沒錯 Pen 所以 幫我寫下它前面的東西 一個是Me 一個是E 一個是Pro 一個是Pen Pen OK 好 永遠說收親尾都是什麼 都是Al的 所以 一個叫 Mithinel Sir 為什麼這個是Al收尾 好 現在開始說了 逢見到有一個叫做C O 是不是 扔著其中一邊 扔著其中一邊 叫做H 這個就是LD 的Functional Group 因為它這個一定是擺尾的 好 現在你可能不明白什麼擺尾的 我們學了Keytone 你就會明白什麼擺尾了 這個簡稱叫什麼 幫我寫下它 即是逢見到什麼 逢見到 C H O 這個就是LD 鞋的 象徵 我分享一下我的趣事 我那時候讀CAM 太多了 那時候還未咳嗽你 太多東西讀了 LD 我怎麼可以用半個半堂時間 就記住呢 今晚我附有一個同學姓曹 曹的英文怎麼拼 就是CHO 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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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後見清他 我就不記得曹同學 我教功課 LD 幫自己用日常生活的低B 去記一下 總之記住 逢見到CHO 就是什麼 就是LD 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 收尾是AL 收尾 所以第一個 我見到CHO 即是LD AL收尾 一個C 所以就是MEFING MEFINGNEL 讀的時候是MEFINGNEL OK 第二個 看不見到 又是有什麼 有個CarbonNEL group 扔著H 即是這個是EFING EFING什麼 有人回答 EFINGNEL 沒錯 那就簡單一點 所以就不太難的 記住 如果真的要數起 哪邊數起 一定要由FUNCTIONAL GROUP 第一個C數起 即是第一個C 第二個C 一定由FUNCTIONAL GROUP 那邊數起 好第三個 你自己先幫我看看第三個 第三個簡單一點 頭三個都是簡單的 都沒有什麼音 都是由第一個C數起 第二個C數起 第三個C數起 因為太簡單 所以不需要你C的數目 但是 對 現在這個 三個C 即是PROPANNEL 好 到最後 這個 多點東西看 先幫我寫清楚 一個C 兩個C 三個C 那邊是扔著CH3 對了 不過 剛剛的數法是陰利的 因為不可以由這邊數起 一定要由 FUNCTIONAL GROUP那邊數起 你看到有CHO 對了 試試把這個 幫我拿張紙 我們試試拿張紙 試試幫我畫 這個Structural formula 因為大家剛剛學 我們試試畫 這個Structural formula 先看 是不是見到一個FUNCTIONAL GROUP 如果畫成這樣 應該大家非常清楚 Marco 可以回答多一次嗎 L字鞋 這個FUNCTIONAL GROUP 一定要 頭擺尾 對不對 對 現在就是擺尾 就是擺頭 你看到前面那些都是 全部都是在 最後的 在最後的 那這個就是 一定要擺在 CARBON CHAIN的 Ending Position 好 有CHO 1 2 3 4 5 最長的是 有5個C 所以叫做 PENTENEL 要做 PENTENEL 但是 你名字了PENTENEL之後 不要忘記 他第幾個C 出現了 me file group Thomas 所以怎樣名字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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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要怎麼分開它 沒錯 或者Number和Letters Number和Letters就要用Hyphen去分開 Jesica letter和Letters用什麼分開它 Letters和Letters 你先看這個 Letters和Letters用什麼分開它 就不用分開它 OK 再看一次 Number和Letters用Hyphen 因為現在這裡還未出現一個Number和Number 所以我還未有例子 但如果Letters和Letters 即是英文字母和英文字母 就黏住它 不需要分開 OK 最重要記住 L字蟹也有名Alkinelle 收尾的Naming永遠都是Al 它的Functional groupCHO永遠都要擺尾 你記住這些就可以了 OK 待會學習下面的Physical Properties 不過 先學一下Keytone 我們一起看Keytone Keytone和L字蟹是兄弟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Carbonate Group 我幫我記住一次 Carbonate Group就是這個樣子 都是C托著波子 在頭上 不過這次跟L字蟹是有點不同的 剛才L字蟹是Attach with H的 Attach with H的 波子上面寫下它 在空白位置寫 Attach with H的 只要其中一邊有H就可以了 兩邊可以嗎?都可以 不過只要其中一邊有H就可以了 這個是L字蟹 是弟弟來的 阿哥呢 就麻煩你兩邊都一定要什麼? 不可以H 不可以H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全部都要有一個Arlo Group 即是L Cal Group 可以是一樣的L Cal Group 可以不是一樣的L Cal Group 就是什麼意思? 簡單一點看 就是它左右兩邊都要拖著那個Carbon 拖到那個Carbon的就是Keytone 好,看看一看 可以結尾的 它一定要在中間的 知道嗎? 左右要有東西夾著它 才叫做一個Keytone OK? 好,看看了 因為它叫Keytone 所以那個Naming一定要是XX XXO 不是One 一讀的時候 什麼XXXO Functional Group Functional Group 也是 叫做Keytone 因為裡面有個什麼? 有個Carbon Nail Group 行不行? 如果可以,我們先來看一看 可以幫我選擇它的Functional Group 究竟是誰是它的Functional Group? 如果選擇的時候,我第一個選擇 你們看看 一個C,拖著4 左右兩邊都拖著C的 這個不是Ldehy 這個是Keytone 因為它沒有拖著H 我重申多一次 Ldehy的讀法一定要見到CHO 見到我曹同學寫Ldehy 沒有曹同學的 左右兩邊拖著C的 這個就是Keytone 好,中間那個了 那我又找了 一起幫我找所有Functional Group 這個是Functional Group 這個 左右兩邊又拖著C的 又是Functional Group Keytone 還有最後一個了 不好意思,我將Nooks有點蒙 如果真的太蒙 你自己幫我補一些CH3的東西上去 好,那我幫你教你第一個Naming 第二個部分,又要學Naming Jesseka又來了 多少個C 三個C 一定要放中間的 不可以放 最尾的 如果放最尾就會變成Ldehy 所以現在明白什麼是放中間 上面應該要放結尾,下面要放中間 好,Naming了 三個C,即是Pro Ending呢,一定要ONE ONE 所以這個叫做Propenone Propenone 幫我寫一切 叫做Propenone 好,來吧 好,來吧 下面這個,Thomas幫我寫了 多少個C 四個,所以Bill開始 就是ONE收尾 所以叫做Propenone 都暫時未攔住的 好,去到下一個 好像多一點點了 是吧 最長這個Marco多少個C 最長 Carbon chain 記住找Naming 永遠都要找個Longest Carbon chain 最長那條Carbon 沒錯,四個 最長那條,我要選一選 要連到Functional Group 所以一定要是 這樣 這個最長的 塗了一個Me file出來 哪個數氣呢 我給你兩個方法 1 2 3 4 由左至右數 還是藍色筆的數法 由右至左呢 哪個,Marco 為什麼 為什麼 沒錯,因為Functional Group的Number 是最小的 遷就了Functional Group 因為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是一個C 夾著兩個C 所以我們可以 先寫在後面 後面那個是不是其實 我不看過Me file 看這個東西是不是其實是隔壁這個東西 剛才我們沒有加的數字在中間 就是標稱碰就是標稱碰 4個C 因為一定知道它夾在中間 所以我們這裡先寫在前面 這個叫做標稱碰 對 標稱碰 剛才Marco說的 他就說 Free Me file 不過先寫 先寫一下 Free Me file 標稱碰 是不是 3個先 好像沒有錯 好像沒有錯 但是其實 99分 3分 好,留意一下 Free Me file 標稱碰 記不記得什麼時候呢 老師我什麼時候要加數字 就是當你有其他可能性的畫法 才要加數字 比如剛才我們畫過Propano 我就這樣寫Propano 你們大家都畫了Propano 但其實又可以畫到什麼 Propano Tuo 所以有1o有2o 我們就必須要加數字了 明白 但是這裡有沒有必須要加個3次呢 好,問問一下大家 可不可以幫我畫個Me file 標稱碰 幫我畫個Me file 標稱碰 而這個Me file 不是在第3個C 即是它可以變成第二個C 不行 因為每個C就是4個Band 所以它一定不會在第二個C出現 可不可以在第1個C出現 都不行 因為如果在第1個C出現 它就不是Me file 它就變成最長的Carbon chain是多少個 5個的 就叫做Pantanone 就不是Bilted None 如果不在第1個不可以出現 第2個不可以出現 在第4個出現 如果在第4個畫次出來 即是 1 2 3 好,這個是我自己加入的Me file 好,這個是我自己加入的Me file 就行了 記得考試的時候去學Naming 你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好像我剛才說 寫了出來 寫完出來之後再問自己 它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它沒有其他可能性的話 這個數字就不需要加了 因為加了就錯了 畫成怎樣做 我們永遠都要拿最簡單的Naming OK 無論數字要最小 Carbon chain最長 有得不加就不加 這個就是Naming的規則 好,最後一個了 試試幫我看看 這個就是剛才的畫法 剛才的畫法 幫我畫一畫 幫我畫一畫 這個有另一個東西可以學到的 幫我寫一寫應該怎樣叫呢 又是寫一張紙上 這樣說出來 大家如果剛剛學應該會畫錯的 看看 它有1,2,3,4,5,有5個C 好,有5個C 即是叫Pantanone 叫Pantanone 5個C 但這個又只有99分 還有1分去哪裡呢 好,我現在畫出來了 Pantanone如果給你五個C畫法 你可以怎樣畫呢 這個key tone 第一個畫法 1,2,3,4,5 在五個C裡面 只要出現到一個C托著那個波 這個就是key tone 是吧 好,看一下第一個 這個是不是key tone 是key tone 因為一個C托著那個波 左右兩邊扔著那個C 不是H 所以這個是key tone 好,第二個畫法 1,2,3,4 1,2,5 好,剛才在第二個C出現了 我們試試在第三個C出現 行不行 第三個C出現都行 又是C托著那個波 左右兩邊扔著那個C 所以這個都是key tone OK 好,試試第三個畫法 行不行 1,2,3,4,5 好,這個位置出現 不過不好意思 這個位置出現 和這個位置 其實是不是都是同一個東西 同一個東西 是否可以明白 是同一個東西 這是第二個C 這是第二個C 所以其實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Same OK 那就是了 如果我叫你畫painting tone 你就會可能出現了第一個畫法 或者出現了第二個畫法 那你就會問 阿瑞 你想我畫哪一個 究竟 那我就要很指名 在specific告訴你 請你幫我畫這個 painting tone painting tone 這個叫painting tone OK,明白了 所以這個情況是painting tone 還是painting 3 tone 3還是2 3,沒錯 所以這個呢 要幫我加個數字 painting 3 tone 行不行 那你就會問我說 阿瑞 為什麼剛才表情你就說不用加 為什麼現在pain你就要加 好,我們嘗試畫一下pain的 sorry,畫一下painting tone的畫法 painting tone的畫法 一起畫四個C先 好,Thomas回答我 那個C托著球的carbun 只可以在第幾個C出現 第2個C 1,2,3,4 即是在第2個C出現 在第3個C出現行不行 對嗎 沒錯,都是叫做第2 因為我們由這邊數起了 所以明明為何 painting tone 就不需要painting to own painting 但為什麼去到便宜呢 因為多了個C 出現的可能性 多了 所以就有必要要加上 數字 好嗎 好,那所以 幫我mark一mark些東西 幫我mark多一句說話 Keytone From Carbon5 就是從第5個C開始 need to add number 需要加 數字 幫我mark 由第5個C開始 Naming是需要加一個number 好,那現在開始了 給你們一條練習 我們畫一條Hexing Noon Hexing Noon 告訴我 它可以有Hexing多少個None Hexing 2O,3O,4O,5O,6O 告訴我Hexing可以有多少個None 即那個number 有多少個呢 Jesica是否還沒學到之前 還沒學這個嗎 你學了嗎 你學了嗎? 學了一點 這樣也好一點 但Marco是還沒學的 你學了 都還沒學 都要逐個逐個畫出來的 不要難難 你可以不畫DH 但是逐個逐個畫出來 你都要畫出來看它有小聲幾多音 可以嗎 先試一下吧 第一個 一定要出現這個符號 左右兩邊都是R來的 所以不可以放在第一個C 球不可以抬在第一個C 如果抬在第一個C就變成LD孩 變成他弟弟了 第二個C開始 1 2 3 4 5 6 Marco這個叫吃成什麼翁 對 吃成2翁 下一個了 1 2 3 4 5 6 這個就是放在上面 吃成3翁 下一個呢 1 2 3 4 放在第四個C裡面可以嗎 放在第四個C裡面也是吃成3翁 OK 那就只有2 3 沒有了 明白 那就是這樣 好 之後 沒有了 繼續學到下面先 回來這裡先 它就問你了 True Force問題 這個呢 先做一下 讓你試一下想一下 我等一下再解釋 Possession of Carbonyl group 你擁有這個Carbonyl group 你擁有這個Carbonyl group 即是C托著那個波 Mix Aldehyse and Ketose molecules Polar 對不對 第二句 Aldehyse and Ketose molecules Can form hydrogen bonds with their own molecules 喂 記不記得什麼叫Hydrogen bonds 試一下想想 第三個 Aldehyse and Ketose can form hydrogen bonds with water molecules 好 第三個 相信大家這個程度 是懂得解釋這三條True Force的 會不會令到Polar 我回想一下 什麼叫Polar呢 是不是Form4的時候 學了Polarity of molecules 和Polarity of bonds 什麼叫Polarity Polar 什麼時候叫Polar 就是 那這個我們在學著Electro Negativity 腸好像扯大腦那樣 今天是沒有什麼Polar 忘記了 好 我們先溫一下書 又拿了一張紙出來 上課我最主要溫回你們之前 其他年級學過的東西 因為不這樣溫 你很難可以將不同的chapter 融會貫通 好 幫我寫下 何謂Polarity呢 Polarity 好 逢親說那個東西是Polar的話 即Polar bonds Polar bonds的話 它的Definition就是什麼呢 它必須有一個 必須有一個 unequal的什麼 有沒有人記得 必須有一個 unequal的 類似那些字 不過這裡不是Cancer each other 有沒有人記得 Polarity bond 有一個 unequal什麼 of electron 兩個字都可以 一是unequal sharing of electron 有不平均分佈的電子 或者是unequal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 總之它有不平均分佈的電子 就叫做 那個波是Polar 什麼意思呢 好 考慮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Hydrogen 和Hydrogen 他們大家都各人貢獻了 一對 即一粒二 藏出來 當這個是扯大纜的繩 扯大纜的繩 通常怎麼分別 扯到你那邊 還是扯到我那邊 通常扯大纜的繩下面 還會吊著一條 扯到一條繩 有沒有玩過扯大纜 扯大纜是吊著那條繩 如果那條繩 中間地下有一個條界 如果我拉到我那邊 那條繩過了那條界 就知道那條繩現在在去我那邊 要不然那條繩沒有黑度 大家都不知道去了那裡 通常那條繩會有個 類似那些燈籠 那些吊條性 就是告訴你 究竟它拉到那邊 好 現在說 你知道 幻想一下 有個扯大纜比賽 左手邊派出H出來 右手邊派出H出來 究竟兩個扯大纜 哪個會贏 大家都叫H 大家的力度都會是怎樣 一樣的 所以 它這條繩 就沒有說一個 沒有一個 沒有說有一個 un-equal sharing of electrons 沒有啊 沒有un-equal 即是沒有un-equal 就是什麼 負負得正 即是它有一個 equal sharing of electrons 即是它就是 就是non-polar 沒錯 就是non-polar 就是我這樣拉 我們那條繩會在 我們中間的mark上 沒有過的 沒有一個 un-equal sharing of electrons 好 第二個例子 今次呢 左手邊派H出來 打架 右手邊派Floreen出來打架 那大家呢 就是sharing of electrons 是不是大家又拿一顆電子出來 好 今次來了 神奇事情發生了 原來我們說 Floreen玩扯大纜 是一個大隻佬來的 H好像我這樣 瘦猛猛 我想問兩個玩扯大纜 Thomas是誰贏的 Floreen贏了 Floreen贏了 那怎麼辦呢 本身那條 那個Electron應該是中間的 現在呢 被Floreen扯了過來這裡 扯了過來這裡 扯了過來這裡 那現在這次 那些電子偏向哪個多些 偏向Floreen多些 電子帶什麼的 負了 那就是好像 好像給了一些電子 好像而已 但我們都是sharing 那所以這邊就叫Delta Negative 因為電子過了去 這邊就叫Delta Positive 有沒有印象呢 有沒有記得方科學那些 先寫一幅 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那我們就說 電子就由哪裡流去哪裡呢 就由這邊流去這邊 那這個呢 還記得老師當時說 這個叫Diple Moment 不過Diple Moment這個字 學校DSE就不需要考 不過解釋的時候 這個概念大家都要懂 OK 就是講電子的方向 由這邊扯到這邊 那所以這邊就是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那所以 這個情況呢 就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不平均的電子分佈 有一個不平均的電子分佈 有一個不平均的電子分佈 而這次的不平均的電子分佈 是去了哪裡呢 去了Florine那裡 沒有錯了 所以這個bond叫做什麼bond 在Camp就不是講大力和勢力 扯大纜最大力那邊叫什麼 Electro 搶電子搶得更厲害 那個能力叫什麼 記得 忘記了 沒錯 Electro Negativity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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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 方方的東西 Electro 有些方五 都沒學過什麼學校 有些方五教的 Electro Negativity 什麼意思呢 幫我寫下 power to attract bonding electron of 一個covalent bond 搶一個covalent bond 上面那對pair 究竟搶過來搶過去 哪個大一點 哪個小一點呢 好 再找到少少 大家看著那邊的piori table 能力最強的Electro Negativity 是flori 右上角 能力最差的是誰 就是打對角的 右下角的 frencium 所以左下角 左下角是frencium 最差的 最好的 右上角 flori 所以是一條 對角線的比較 OK 先記了這個pattern OK 我現在給少許例子 譬如這個 這次 這個 O 和Carbon 兩個不同人 如果我想說 這次搶中間這些電子 搶中間這些電子 究竟會搶到哪個那邊呢 想想 剛才說哪個是最強的 右上角那邊最強的 那 O是f格 也算是不是第一強 還是第二強 那 C又再後過O 就是前個O兩格 所以哪個搶得比較 Marco O搶得比較 所以我們會叫O是一個什麼呢 O是 More Electron Negative Than C 即是玩扯大纜的時候 O的力度 搶那個拉力 就會更厲害 所以呢 會有一個 Unequal Sharing Electron 向著哪個呢 To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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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所以 Delta Negative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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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olar 所以這邊呢 就搶了電子過去 這裏就是Delta Positive 所以Diple Momen的畫法呢 就是這樣畫過去了 OK 這樣畫過去了 看不 那這個波羅 那這個波羅 這個就是波羅 那第一條問題問 我回去了 解決波羅 自己回家溫習一下 總之忘記了的 記住 Polarity 就是波羅 是不是有 這個說波羅 有另一個部份 那個Molecule 是不是波羅 但這個我就不說了 Molecule是不是波羅 就是剛才你說的 可以cancel each other 那我不溫了 那它就說了 你擁有這個carbonate group 是不是令到它們Polar呢 是不是 Mixed aldease and molecules Polar 是不是 有個波羅 你看看先 我們逐個逐個看上面 是不是Polar 我拿些細細的紅筆 我們由這邊開始看 逐個逐個看 這邊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所以這個Dipole Moment 就會是向 這樣 這個是Ned Dipole Moment 那這邊呢 逐個逐個試一下 一個是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那就是都是向上 如此類推 因為有這個carbonate group 所以令到整個Molecule 都是Polar OK 所以它們的Molecule 和Molecule之間的attraction 就不是Weak random one force 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Polar attraction 記得這些terms 學了Intermolecular force 學了沒有 Hydro number 學了 所以就是那些 不是普通的Weak random one force 而是一個Polar attraction 好 那這邊 下面又看了這個Propane 就是這裡又是Delta Negative 下面又是Delta Positive 所以有支Nedipole Moment 指向上 同一個道理 這邊又是 自己回家滑上去 你喜歡 是的 真的因為它擁有這個carbonate group 就令到它們的Molecules 變成Polar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 那你幫我記錄一下 Force between molecules 就是叫做一個Polar Attraction 是的 一個Polar Attraction 如果你真的有空位畫 自己拿張紙幫我畫下 那是什麼意思呢 Polar Attraction 即是譬如我選擇一個Miffinnel Miffinnel是這樣畫的 是不是 一邊就 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如果我真的畫我們的 Force Between Molecules 應該怎麼畫呢 看著 那這裡是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那這邊也是Delta Positive Delta Negative 那這個Attraction 就會是這個Attraction 是不是 一個Delta Negative 但是Delta Positive 就比起你純粹 就這樣 Weak Random War Force會強勁一些 譬如我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這個 R-Din和R-Din的Molecules 和這個R-Din和R-Din 自己之間的Molecules Marco 說這個是什麼Force 好 Intermulter Force的哪種 Weak R-Din Ware Force 沒錯 但是它沒有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現在又 所以上面的Attraction 就會 即是比較同樣的Size 上面的力度會 會強過下面的力度 OK 好 來了 我們看看第二句 L-dehyde and ketones can form hydrogen bonds between their own molecules 好 看這句的時候 請大家幫我拿一張紙 又寫下 怎樣定義 hydrogen bonds 有兩點 定義 hydrogen bonds 看看大家記不記得 我先看看 L-dehyde and ketones 沒錯 這是第一個項目 這是第一個項目 先寫下 hyde and ketones 怎樣定義 hyde and ketones 人家會問你的 首先要做到下面兩件事 要同一時間做完 第一個 一定要有一個H的atom 是要bonded with 三種atom其中一種 分別是 N O 和F OK NOF 因為這三種 稱之為甚麼 看回Priority Table 是右上角的三種 所以是比較 most electronegative 是不是 就是扯大纜最強勁的 你和它扯大纜 你都輸的 叫做most electronegative 即是H一定要和它 bonded with bonded with它 如果bonded with它 即是有甚麼情況出現 即是HN ON sorry OH F H 不好意思 這個第一個調轉了 幫我調轉 容易些看 即是導致了甚麼 一定是這邊delta negative delta negative delta negative 這邊一定要delta positive delta positive delta positive 因爲你和一個非常之勁的 非常之大隻的大隻 老去拉大纜 resulting in 結果就導致一個非常之 positive 的Hydrogen 我們叫做一個delta 即是比較 electro positive 的Hydrogen OK 波馬帝 即是有一個 more electro positive 的Hydrogen 相對應的就是 Eltra negative 就是比較出現出現一個 非常之正的 Hydrogen 而這個禁證 第二件事 會如何 就要有一些 Lone pair of electrons Lone pair of electrons USC 上NOF 有正都不可以的 有這麼正 都要有人和它 混合 都要有它們上面 NOF 有些Lone pair 才可以混合到 這個Hydrogen bond 例如例子 科蛇 H2O,先畫兩顆H2O,好嗎? 好,這個是delta negative delta negative 這麼negative,就會令到它出現了一個非常之靜的hydrogen delta positive,delta positive,delta positive 即是第一個情況滿足了 H bonded with O H bonded with O 第二個,none pair of electrons on NOF 我想問Thomas回答我,O是group幾? group 6 即是它有多少ultimal share electrons? 六個,現在形成了兩顆,還有多少顆剩下? 四顆,即是兩顆,沒錯 所以我們畫完,剩下兩顆 electrons 一對,兩對,這裡有一對,兩對 好,那H2O是哪部分呢? 就是這個very positive的H2O 和Lone pair electrons on O 即是Lone pair electrons on O 和這個H2O 的attraction 就叫做什麼名字? Jessica 就叫做H2O 沒錯,所以這部分就是H2O 明白,不是直接和O,是和O上面的Lone pair OK? 那就是H2O 好,那現在來了,明白了什麼是H2O 看看這條問題吧 那問你了 那Algae和Ketones 可不可以formH2O between their own molecules? 可不可以? Between their own molecules 即是自己和自己可不可以H2O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我給你解釋 是不可以的,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 因為 這兩個條件 問自己有沒有做到這兩個條件 在LTI或者Ketone裡面 有沒有O? 有 但是O是不是直接bonded with H? 是不是 不是 所以它不可以formH2O 所以第一個是不對的 OK? 好,幫我remount了 因為 No H bonded 和O 或者NOF 是的 都沒有H2Bonded with NOF 那你怎麼 第一個條件都做不到 那你怎麼做 後面的條件 好 但是第二、三個了 LTI和Ketones 可不可以和水方派 均均均均均? 好 可不可以呢? 就不要回答我了 我想大家畫出來 大家畫出來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首先幫我畫一個水的Molecule 畫一個水的Molecule 之後又畫一個Ketone的Molecule 我隨便抽個Propane洞出來 好嗎? 我抽個Propane洞出來 那兩點 只要做到那兩點 就放到H2Bond 哪怕有一點做不到 都沒有H2Bond 好,請你幫我畫出來 圖像標示究竟有沒有H2Bond 這個是其中一個DSE會問的部分 要你畫一個Molecule出來 我畫一個Molecule出來 畫一個Molecule出來 是DELTA POSITIVE DELTA NEGATIVE 之後告訴我 哪個位置是H2Bond 好,Jessica 這裡 哪個是DELTA NEGATIVE O是DELTA NEGATIVE DELTA NEGATIVE DELTA NEGATIVE DELTA POSITIVE 這個O也是剛才Thomas這樣 Group6 之後就form了兩個Bond 就是拿了兩個Bond 所以還剩下兩對 是不是 他做什麼會這樣 好,不要理他了 看多看完 之後 這邊又是有兩對 這個DELTA POSITIVE DELTA NEGATIVE 好,Marco有沒有H2Bond H2Bond是DELTA POSITIVE 是H2Bond 還有Lone Pair On NOF 有沒有 想清楚 我現在告訴你 有一個DELTA POSITIVE H2Bond 這邊有沒有Lone Pair On O 有 所以他們這個位置就是 什麼 沒錯 原來他自己和自己 自己和自己 就form不到H2Bond 但他和水呢 就form不到H2Bond 你可以 這個下課說 凡是同水 分到H2Bond 通常都是溶到落水的 OK 同水分到H2Bond 就是溶到落水的 同水分不到H2Bond 水又不理你 水是分到H2Bond 大家都不合水型 我喜歡唱歌 你要喜歡唱歌 你才可以跟我一起玩 我喜歡唱歌 但你不喜歡唱歌 你喜歡去跳舞 我們玩不玩 所以現在 幫到H2Bond 這波寫下 它是可以的 好 今天溶了上半部分的ALL CAM 還有下半部分 講了前半部分的部分 雖然講得不多 後半部分 但是講的東西 溶了很多書 Electro Electivity 大家忘記了 Polarity的東西 大家不太清楚 還有H2Bond 所以麻煩大家 有時間溶回大家 方法一下下半部分的東西 還有 回家 試一下自己看一下 下面Borning Point 和Solubility 剛才解釋一下 Solubility 究竟可不可以溶在水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和水 放到H2Bond 對 下面有些圖畫 試一下如果放到H2Bond 幫我畫些H2Bond 那些符號出來 OK 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 這兩三課 應該會講完五至十頁 這是進階版的 H2Bond 還有去到最後第十頁 你會看到 1 2 3 4 5 6 7 8 90 沒錯 有十個H2Bond 大家要認識這個表 那就是H2Bond 的第一個階段 是要認識這個H2Bond OK 如果 我們今天由這裡開始溫 其實上面那些 我們就當你認識了 因為H2Bond 因為H2Bond 試一下回家 可以幫我填這些東西嗎 是不是Polar 剛才說了什麼 Polar 可不可以放H2Bond Molecules 和Water 你自己試一下填 OK 有問題 好 沒問題 今天就去到這裡 謝謝大家 辛苦 好 等一下 好 來 喂 早安 好 今天也是 Oder of Ration 有沒有打磁士 有 Oder of Ration 但是呢 我還說還有東西要印給你們的 456 Electrolysis 我要再下 剛才印給你們 Electrolysis 然後提醒我 我怕我忘記了